老爸 老爸 什么爸 哎呀 现在那个春节又要过了 你老是待在家里 你想一下 你毕业到现在 你待在家里几年了 五六年了 前几天三姑六婆过来 都叫 回来都叫你 找个男朋友 介绍给你 你又不去 你又怎么样 我都说不急了不急了 你老是催我走 不急你多想睡了 你三十八了 还小啊 三十八又怎么样 你看 人家那个 人家还有的五十都没嫁呢 邻居家的那个大波连 那个带奶针 跟你一样的年龄 那小孩都多 几岁了 十多岁了 人家是人家 我是我嘛 那你跟人家比吗 还有四个 人家都是着急嫁 我又不着急嫁 还有那个四个家的小青 家了五六家了 孩子都十几个了 就是你还在家里 我又不愁家 我想想你想一下 为了你呢 你看人家仇嫁 还不是一样 嫁了五六次 人家就是仇嫁 才会有这种下长的 你再下去 到了四十岁以后 你也嫁不出去 你以为啊 哎呀你别说了 说到我耳朵都齐钱了 我不管那么多 今天你一定要 一进不去出去打工 要不是你了 找一个男朋友要回来 不然的话 你要不要回来 我跟你说 哎哎哎哎 走 哎我要回去 不要 我要回去老爸 不行 妈呀滚 你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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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我我 你滚不完 哎 滚滚啊 滚怎么滚 走就走嘛 真的是 没见过你这种老爸 这种女儿 三十八岁 你还得带在家里 我就要脸完呢 你男女哥 那你想抱生子 你就说嘛 我不是抱生子的问题 我怕你以后 嫁不出去 我都带在我家里面 只要女的不吵架 拿 拿四万块去 你找不到男朋友 以后你也不要进去个家门 拿去 滚 不回就不回 不回就不回 你不回咬要好 我再卖外面玩个十年 我再回来 老妈家前年都比你气息死了 滚啊 叫广东 真的是 躲躲闪闪干嘛 老同学 我远远都看见的是你了 去哪里 去广东 去广东 是啊 真的吗 是啊 要不要我拉你去就这样 你拉我去 不用了 为什么 骑什么 骑什么 你走路去啊 那不走路去啊 真的去广东了 我还拿了那么多钱啊 你大已经错财啊 没有啊 这我爸给我的 人家去广东都是只拿戳费 去广东打工 年底回来拿一大钱回来 你现在拿一大钱去广东啊 你想去广东玩啊 我告诉你这钱是我爸给我的 你爸给那么多钱你怎么不放皮箱里面去 他叫我去广东找个男朋友 叫广东找个男朋友 对啊 叫你远价啊 没有啊 他叫我找个男朋友回来给他啊 哦 这样 找个男朋友不然不是容易的事啊 你也知道我老牛是做什么的 听说过吧 同学一场 好像也有说过 专业说没的 专业说没三十多年了 真是啊 他的路 哎呀这不是过年吗 老是叫那些商工六伯给我介绍 我又不愿意看 我又不想找 他就发火了 叫我赶我出去 你也老大不小了吗 三十多岁了 还不找一个男朋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是不是 你老爸也是为你好 哦 你也嘲笑我没嫁人是吗 不是说嘲笑 确实也是啊 现实啊 是吧 三十多岁 应该结婚了 那这不是还没碰到何事的人吗 我天天待在家里面 人家自动送上门 有可能吗 真是的 你听我说 跟我去 我帮你介绍 那不是啊 包藏吗 肯定包藏啦 老牛的眼光不错的 那你像你那种三姑六婆 随便拉一个人过来 又给你看一下那种不靠谱的 有没有支援呢 现在刚过完年 还有大阪那种有为青年在家里面 真的啊 如果你太值几天的话 已经不敢包了吗 现在一个勉勉强强 今天 今天才是大年 今天初九 大年初十很多厂都开工了 趁着两天 那那行嘛 去吧 来 向着 向着 向着愿意吗 好 用这个绑就 好像我又不想去广东 有几件衣服啊你啊 有的 这衣服 关你什么事 你问这种干嘛 中不中 意思是什么 就帮你绑起来 我自己拿就行 那ok 做完了啊 喂 干杯 哎呀 老牛 我以为不在家 我刚才看你这边啊 哎呀 我刚回来 我刚出差一回来 出差一回来 出差一回来啊 是啊 哇 你家别墅 见得那么漂亮啊 哎 都是小两层 这么小的别墅是 今天介绍这个美女给你 怎么样 介绍给我的 是啊 咱呢 怎么样 这个 哎呀 哎 老牛 哎 这才是我想要的 他才是我 这标准 梦中情人是吧 一身即要 他就是我想要的白马王子 是不是一眼看中了 是啊 真的吗 嗯 帮我说说好话 现在有什么感觉 心里还紧张吗 这个心啊 心动的感觉 心动还是心痛 心动 哦 碰碰跳那种啊 是啊 如果不跳了就完蛋了跟你说 你问问他做什么的 没事没事 来 帅哥 老牛什么情况 他说一眼看中你了 真的吗 我也一眼看中他的 你也一眼看中他了 你看他身材这么好 这么漂亮 哎呀 这就成了 一眼看中了 究竟好吧 是啊 三麦我跟你说 他曾经 就在深圳上面做 教练啊 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 你看看他的肌肉 他的身高 哇 我一眼看他的时候 就觉得 来电的感觉是不是 哈哈哈 肌肉高大 就是想要的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三麦 我叫三麦 今天多大啊 你有点老了吗 嘿嘿 老姑婆了 38岁了 38了 老点无所谓 你看 这麽老还保持着 这麽年轻的容貌 是不是 怎麽你说这麽老 应该说 永远18的容貌 哦哦哦 说错了 是吧 哎呦 我也35了 说实在的话 我就是 早几年出去打拼啊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现在我一看你 真的是 太符合我那个标准了 我现在 我有车 也有房 就差一个女主人了 这样啊 是啊 你也是对我一见钟情吗 哎呀 如果你愿意就再好估过了 我愿意啊 我愿意啊 愿意啊 肯定愿意啊 他老爸现在吹啦 吹得急啊 对啊 我老爸叫我找个男朋友 这样子啊 是啊 哎呀 我跟你说 嗯 你一定要给我说的好话 我真轻的喜欢这个女孩子 还用说什么 当面都说了 你看他说习惯你 你也习惯他 就OK了 我成交了啊 是吧 美女啊 要不这样吧 你现在怎么拿到情理去哪里啊 就是他老爸 催他 催他 催他相亲 他要不想不愿意相 三姑六婆都帮他 找那男男男男人相亲 他都不愿意 他老爸就给钱他 逼他出门 是这样 五爸给的叫我长男朋友 这样子啊 是 哎呀 我看我们两个薪水挺渴的 这样吧 也不用再去香了 等下我带你去镇上去 那个国际大酒店吃顿饭 我们促进一下感情 那个老牛啊 哎呀真的是感谢你了 那个红包少不了你的 刚才我出差的话也赚了一点点回来 这个给两万块 就相当于那个猪头钱也包含在内了 给那么多啊 是啊 那那好那好 啊 老牛 你刚才怎么说了啊 刚才怎么说了 来来来 藏了给你 你说最近怎么给我的你 哎呀 你还后悔啊 不 你要那么多干嘛 你现在也知道藏了是不是 我以后我要过日子啊 大把钱 有臭有房你看看 哎呀再给一万给你 不行不行 哎呀 那个三妹就给他嘛 这点小钱没收 可以可以吗 啊那个老牛啊 啊 就太感谢你我们就 先上街啊 啊 等一下身边去到那家 大家 拉那老爸一起去 可以可以 是吧 行 那三妹 等下我带你回去 把你老爸也带上 是啊 给你老爸一个惊喜 好 是不是 当然是惊喜 不是惊吓 惊喜哪里会惊吓呢 真是 只要你找到心上人 你老爸现在就放心了 他给了这些 就是为了 要你找一个女婿的 你为什么 哎呀 那行行行 你行我愿 那老牛 叫你就没有什么 你的事了吗 没事没事 那我就贪财了 笑那了吧 好好好 来来来 哎呀 想不到我今年 发大财了 发行财了 笑那了 不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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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